上海外滩踩踏事故发生一个多星期了 那么就在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表态说 要对这一事件严肃问责的同时 当局已经把事故统一口径改成事件 同时官方也表示 这一事件不是用特别重大事故的问责规定 民间舆论则认为这不是问责而是谢责 中国《青年报》8号报道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表示 对外滩踩踏事件感到痛心 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严肃问责 韩正这一表态引发议论 一部分是因为印证了大陆财新网前一天的报道中 统一降低口径的说法 财新网报道引述一位要求匿名的上海黄埔区官员透露 他所在的单位目前已被要求对外统一口径 对踩踏一事称事件而非事故 并且要强调是民众自发前往拥挤导致 把这件重大的事故要想尽一尺办法把它轻妙淡写 那首先现在就把它同一口径改成一个事件了 不是事故了 这事件就自然发生了事情 跟我共产党政权管理好不好没关系 那把它推着是你们自己愿意去的 不是我安排你们去的 那就把政府啊 共产党这个政权的责任尽可能降低 而引发议论的另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上海市政府此前一直被民众舆论问责的对象 如果韩正把自己放在问责的一方 那谁应该是被问责的一方呢 微博上许多网友都持批评态度 有人说说这话就不会脸红 问谁责你没责 也有人说辞职啊市长和书记主动辞职 目前当局还没有对外滩踩踏事故定性 但除了将事故变成事件 官方发布的信息显示 外滩踩踏事故没有纳入最高检察院的挂牌督办范围 国家层面也没有派驻调查组 本来按照惯例 30人以上的死亡事故已构成特别重大事故 通常会由中共国务院调查组负责调查 不过外滩踩踏事件的调查 目前还是由上海方面进行 最高检近期表示 要对全国四起重大事故进行挂牌督办 外滩踩踏事故也不在其中 大陆媒体说 这是因为外滩踩踏事故 属于群众自发聚集公共安全事件 既没有生产活动组织者 也没有大型活动主办方 因此不属于安全生产事故 不适用特别重大事故的问责规定 时事评论员武帆指出 这样处理一定是上海和北京 做了协商之后达成的 另据美联社6号的报道 目前中国罹难者家属被隔离 电话也疑似遭到监控 各家家属分别由政府人员陪同 不让他们接受媒体采访 而21岁的罹难马来西亚女孩 陈魏的父亲透露 在女儿遗体被交给她之前 她最初被要求签署一份死亡证书 并同意免除政府对她女儿死亡的责任 所以这些就是